山坡上,父亲递给了小女孩子一个小弹弓 看见前边的大耗子了吗 打中他,女孩当即瞄准 一击发出 父亲很欣慰地赞赏道 你终于长大了 父女俩来到倒翻的大耗子前 经过一番检查之后 发现有幸存的小耗子逃跑了 父亲告诉女儿如果猎物跑了一个 那只能算几个没有满分了 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分析 他们很快地找到了逃跑的小耗子 父亲掏出匕首递给女儿 接过匕首的女儿缓缓地向着小耗子逼近 全然不顾对方的哀求 一刀刺向了猎物腹部 正当以为一切都完美结束之时 小耗子的双眼蹦出了极其凶狠的目光 他还腿一脚踢中女儿的腹部 然后用额头狠狠地砸开了女儿 旁边的父亲就要冲过来帮忙 一切发生的是那么的突然 转眼这个小耗子长大了 现在的他出行轰炸机护航 身边更是警卫无数 一顿安全系数的解锁之后 他缓缓从80公分厚的钢板安全屋内走了出来 当年的小耗子已经摇身变为女王 今天他被面前三个FBI的大佬 以105项刑事指控 强制邀请来到了这个安全地堡 光头大佬摇摆着手中的资料 要求他写出同伙 然而女王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早已经安排好一切 此刻一群匪徒突然闯进一家银行 他们炸毁天花板 控制了里边的所有人 然而他们不要钱财 而是无比嚣张地拿出一张纸 对着监控摄像头 如此重大之事 很快就传到了FBI大佬那里 而此刻的女王刚好把写完的纸 交给了面前的光头 只见上边写着的居然是摸下你的口袋 光头一阵疑惑 可还是摸了下口袋 还真的掏出了一张纸 当要打开 同事拿着被想银行的监控画面 跑了进来 只见上面写着 向女王大人问好 一脸震惊的光头 此刻颤抖地打开了手中的字条 看着眼前震惊的三个大佬 女王也是放出了狠话 今天之内 你们三个中就会有一个领和饭 你弄了 正好女王 by bwd6